进行整个保安医生的工作 我们也要遵守地方政府 警方包括防复地方政府的调查 刚巧思在昨天所说的防务部 巧思行也正式公布设计栏杆杆的基本的调规 所以我们是希望所有的地方政府 而且基民要成立这个栏杆 也更遵守这个调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根据MPSA的调规 我所知道所有的基民如果要成立栏杆 当然要得到市议会的选查批准之后 才可以正式的建议去栏杆 市议会没有反对设计这个栏杆 但是说必须要遵守他们这些基本的调规 包括要得到支持的是85%的基民的同意 同时也不再影响了一些市议会的道路的调规 也不再影响了一些道路的调规 第三点就是也要得到这个警方的递权 警方为了这份慈安的方便 包括他们要得到警方的同意才可以建议这个栏杆 另外一个主事方法是COMPOR 因为它也是为了安全的措施的 他们也要得到他们的一些没有的提案 也要得到他们才可以建议的 所以我希望这个这里第867的基民 能够以Sedang Laia第87的其他的基民 做出一些线条的工作 因为Sedang Laia第87本身也有这个 巡逻保安的措施 现在又下了这个栏杆 这个里面再有保安的这个措施 是应该得到居民之间的那个量子去线条 才可以的地址 电话号码 助理的名字的电话号码 以及他本身的手机电话 他手机的手机电话 一定要公布所有每一个市议员的手机电话 让人民知道这个他们的号码 他们如果没有进行的工作呢 就表达他们不尽责 不尽责 没有真心真意的为Sedang人民服务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拿了工权 劳务证件 没有去工作 没有做工 这个今天没有去做工 没有去执行他的任务 因为他们拿这个证件 是要设立这个服务中心 要设立这个 要请这个助理 所以说他们的助理是谁 那服务中心在哪里 这个我真是要知道 他们不能够只是应用一个 他们只是用一个 国座市议员的一个服务中心 作为一个服务中心 所以说国座议员 全部在一个地点 就作为一个服务中心 因为每一个市议员都有每个业的政策 他们有这个责任去承认一个 所以不要推卸责任 所以还是他们一定要公布 以沙登的他们的所有 市议员的这个服务中心的地点 助理 其实他本身的手提电话号 很重要的手提电话号 好让人民直接的可以联络他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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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